为一个狼心斗肺的男人,牺牲自己的时间,牺牲自己的尊严,牺牲自己的身体,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,是多么的愚蠢,最毒最辣的报复方法就是证明给他看,在没有你的世界里,我依旧要幸福,要狠狠的幸福,这不是软弱,而是要毒的有冲度,辣的要有欺凯。 对于辜负你的男人,一定要笑傲他,有句话说只闻心人笑,不见救人哭,哭什么哭,心人笑,你也笑,而且,你的笑充满智慧,充满力量,你要笑得更加肆无忌惮,笑得更加含畅淋漓,笑得更加真实,更加感动。 所以,一定要好好地爱惜自己,经历这样的事情以后,你如果还不懂得善待自己和关爱自己,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醒悟,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,精神十足的昂起头。 让他见到你的时候,困惑,迷茫,失落,难道又找到比我更好的人,这一定会致命地打击他的自信和尊严。 因此,不要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,这个世上,有很多事情,我们无法掌控,我们看不清楚未来。 婚姻,本来就是一场赌博,无论幸福或者不幸福,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,爱了就爱了,不爱了就不爱了,爱情的世界没有谁对谁错,只有爱与不爱,仰望天空,你会发现,没有他的世界依旧美好,天,依旧那么难。 不要在怨恨中生活,保护是一把双刃剑,划伤别人的同时,自己也在流血,不要为一个不值得的人间啊,不要带着仇恨生活,那样会很辛苦的,等到你再遇见一个爱你的好男人的时候,你会感谢他曾经的背叛,他的背叛现在对你是一种伤害,以后就是一种财富,你会因此而变得成熟,花费大量修理他的时间, 和精力,不如好好修炼自己,把投入到那个不懂珍惜,只顾自以下半身快乐的男人身上的精力和时间,留给自己,多交些朋友,多参加公共活动,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,将自己的心多感受阳光和温暖,摆脱那个令你痛苦的阴影,早日做一个有美丽,有品位的美丽坚强的女人,女人一定要独立,一个经济独立, 精神独立,充满自信的女人,无论走到哪里,男人都不敢小瞧你,因为你独立,她操纵不了你,因为你自信,她掌控不了你,只有真正意义上从内心强大了,才能活得潇洒快乐,也才能拴住男人,女人不要低瓜了自己的意志力,女人是极其具有任性的,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坚强的遗忘,不要以为离开她就真的,无法活下去,不要怕,不要担心自己一辈子都走不出来,对自己宽松一点,时间是最好的事,会慢慢抚平伤痛的, 不要急于投入另外一段感情,情伤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,就是用另一段新的感情来覆盖她,但是,遭遇背叛的女人,遮心自古的疼痛会让人头脑不清,情绪冲动,这个时候非常脆弱,也最容易受骗,千万别让伤口扩大发言, 所以,先控制自己的情绪,调整自己的状态,那个真正让你幸福的人,在安静的等着你,结语,或许若干年后,你会看见那个最痛苦的男人,那个肠子都毁清了个曾经的老公,他遗憾,他后悔,他会自己眼光太浅,放弃了你是他今生最大的错误,到时,你在微笑着祝福他, 祝福他也能早点幸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